招待好朋友的18道牛肉美食好吃到剁脚 第一道 先把牛腩切成大一点的块 然后冷水下锅 加点料酒 水开把浮沫撇掉 再焯两分钟 然后用温水清洗一下 把水分控干 油热把牛腩下锅 像这样炒到微微焦边才会更香 放葱姜干辣椒调味 味道清香又炒香 加入开水和牛肉一瓶 扣盖小火把牛肉炖熟 然后放萝卜再炖十分钟 最后放青蒜叶 随便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 牛腩这样做 能吃出醇厚香浓的牛肉味 过年的时候家里来课 你做一次 全家都爱吃 第二道 自从孩子的同学 吃了我做的香菇牛肉酱 每次他去学校都要多带上两瓶 首先把干辣椒用开水泡半小时备用 然后把牛肉和香菇都切成丁 泡好的干辣椒剁碎 多放一点菜籽油烧热 把葱姜 洋葱 香菜炸至金黄捞出 倒入牛肉粒炒变色 放将蒜末 生抽 老抽 蚝油 把牛肉炒入味 辣椒倒进来多炒几下 炒到油透亮了 再把香菇倒进去 炒干水汽 放盐豆瓣酱 甜面酱 炒个三五分钟 像这样颜色黑亮了 放点松鲜 先炒好的花生碎 熟芝麻 这时候的香味已经非常浓郁了 放凉之后找个无水无油的容器装起来 切记油要多一点 这样保存的时间更长 用来加馒头拌米饭都非常好吃 第三道 为什么西餐厅里面做的黑椒牛肉会那么好吃呢 其实在家做也很简单 今天这个做法你要是学会了 以后它就是你的拿手菜 首先把牛肉切成薄片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包黑胡椒腌料 它腌出来的牛肉非常的鲜嫩多汁 再放点食用油 有了它其他的什么调味料都不用放了 腌制入味后再下锅炒至变颜色 立马盛出备用 另起锅下蒜蓉 青红椒洋葱块一起把它煸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牛肉 开大火随便翻炒几下入味即可 牛肉鲜香滑嫩 就和西餐厅一样的味道 第四道 往牛肉里倒入半瓶孩子喝剩的牛奶 你即将得到一份 比豆腐还嫩的黑椒牛排 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应该多吃点牛肉 聪明的妈妈 是坚决不会给孩子买外面的合成牛排 自己在家做圆切牛排 味道一点不输小熊架 今天咱早是花一百买了三斤黄瓜条 这个部位的牛肉比较嫩 筋膜少很适合做牛排 切好后 用刀背或打肉锤 给它充分地敲打敲打 这样方便入味 吃起来口感不硬 然后倒入牌子带回的半瓶牛奶 先给它抓拌至全部吸收 加洋葱一个聪明蛋两包 这个黑椒味的万物炒汁 和一大勺红薯淀粉 三斤牛肉用两包刚刚好 充分抓拌均匀后 淋上食用油 再次抓拌均匀 这样能有效地锁住肉里面的水分 从而吃起来鲜嫩多汁 盖保鲜膜放冰箱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每次可以多做点 密封放冰箱冷冻保存 非常方便 想吃的时候解冻 直接下锅煎两分钟就可以了 再搭配上孩子们喜欢的意面和蔬菜 这样一份好吃又营养的牛排就做好了 第五道 家人们注意看 把新鲜牛肉放进雪壁里泡一泡 做出来的美食竟然比烧烤还好吃 外酥里嫩 做法就像烧开水一样简单 花15块买了一斤牛肉 你们说我是不是亏大了 先切成手指宽的厚片 再浸泡到雪壁里 因为雪壁中的碳酸氢钠也叫小苏打 能软化肉质 处理过的牛肉煮出来像豆腐一样 口感也会更丰富 泡好的牛肉先切成粒 再给它切成条 加葱姜蒜生抽生粉鸡蛋清 然后像我这样戴上手套抓匀 腌制28分钟 准备一根香蕉 轻轻地扒掉外皮 然后切成一段段 牙签加260度热水烫一下 这样吃起来才放心 像我这样给它串起来 六成油温下锅炸 中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后捞出 锅留底油 放蒜末青红椒 洋葱碎一起爆香 倒入牙签 牛肉好 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试过很多家 开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牙签牛肉好 吃又解馋 一上桌就抢着吃 你也给家人做起来尝尝吧 第六道 炖牛肉时千万不要直接下锅 这样炖出来的牛肉又柴又硬 根本咬不动 今天我教你一个诀窍 炖出来的牛肉跟豆腐一样嫩 首先准备一个苹果 然后再准备一碗温水 加盐搅匀化开 放入18块一斤的牛肉 浸泡15分钟 泡过淡盐水的牛肉会变得很软 也更容易熟 口感会更嫩 我们张开嘴巴看一下 泡出来很多血水和脏东西 这里记住千万不要焯水 直接下锅边炒 边炒过的牛肉会更香 炒至表皮焦黄 再放入葱姜 辣椒 冰糖 一包炖牛羊肉专用料包 生抽 老抽 蚝油 适量黄豆酱 最后放盐鸡精和苹果 切记一定要加开水 这是牛肉软烂入味的关键 扣盖炖50分钟 然后放入青红萝卜 再炖20分钟 出锅前撒一把蒜苗收浓汤汁 这样做的黄焖牛肉酱香浓郁 软烂入味不塞牙 没有牙的老奶奶 也能多吃几块大米饭 全家都喜欢 这么简单 你学会了吗 第七道 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妈妈们都知道 给孩子炖上一锅热乎乎的牛肉汤 吃点肉喝碗汤啥的很有营养 但是就怕炖出来的牛肉 又柴又硬的好吃 今天教你们一个诀窍 炖出来的牛肉汤鲜味美 孩子们都抢着吃 今天上早是花一百买了三斤牛肉 天气越来越冷 牛肉也越来越贵了 你们那里都多少钱一斤呀 首先切好的牛肉 一定要冷水下锅 焯水放葱姜 高度白酒去腥 煮开后把血沫子撇干净 然后捞出来 一定要用温水去清洗 千万不要用冷水去洗 由于热胀冷缩的原理 牛肉在遇到冷水会瞬间收缩 导致后期酒炖不烂 肉质又硬又柴还塞牙 清洗干净后转入砂锅 放入适量的老姜葱 不管是炖汤还是做卤味 炖牛肉时汤也要一次加够 如果期间实在需要加汤 切记一定要加开水 先盖带炖上40分钟 倒入白萝卜再炖个10分钟 出锅前加盐胡椒粉调味 最后不爱吃香菜的 记得少来点 这样炖的牛肉汤 汤鲜味美 越喝越想喝 学会了记得收藏起来 给孩子做一锅吧 第八道 家里来铁 两分钟就能做好 这个凉拌牛肉 香辣可口下酒又下饭 牛肉改刀切厚厚的薄片 加苏打胡椒粉 一勺生抽 适量蚝油 葱姜水和淀粉 腌牛肉千万不要放盐 不然又腥又柴 抓匀后 封上食用油 腌20分钟 水开 把牛肉放进去煮一分钟 变色了立马给它捞出来 然后加蒜末 辣椒粉 黑芝麻 淋一勺热油 炸出料香味 加盐白糖 生抽 甜醋 蚝油 红椒圈 八十八粒花生米 不爱吃香菜 记得多来点 用我的手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一口下去 给投猪都不换 你也赶快试试吧 第九道 如果你喜欢吃牛肉 平常又炒不好的话 那你可以试试这个白酌牛肉 做法简单 鲜嫩入味 首先切好的牛肉 加生姜 盐 胡椒粉 淀粉 水抓至牛肉 被水分吸干 老抽上色 封食用油 这才是牛肉嫩滑的关键 水中加一勺盐和油 切好的丝瓜冷水下锅 再下入牛肉 烫二十秒捞出 摆在丝瓜上 蒜末 葱花小米椒 用热油激发香味 淋上一勺白酌汁 即可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第十道 不用和面 倒起分分钟就能搞定 这酥脆多汁的黑椒牛肉饼 外酥里嫩 咬一口还能爆汁 省事还好吃 准备十块钱的牛肉馅 加入洋葱丁和香菇丁调味 加盐 鸡精 黑胡椒 自然粉 生抽 老抽 拌匀后 加入一百克我家的自来水 顺一个方向搅拌上镜 馅就调好了 取一张手抓饼给孩子吃 稍微解割 放上调好的牛肉馅 整理一下 像饰瓶这样 先把上下两边折过来 把两边按压一下 方便下一步对折 做好后翻过来 撒上黑芝麻 锅里不用刷油 放上馅饼 开中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咬上一口 酥脆又爆汁 就这小牛肉饼 谁吃了不得香迷糊啊 第十一道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 每到这个时候 家家户户都会卤牛肉 还是有很多朋友 不知道怎么做 今天就把我卤了 三十多年牛肉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关键几个步骤 你可要看好了 买牛肉腱子肉 这种肉上面的肥肉比较少 吃起来口感也特别的好 十块钱一斤的牛腱子肉 用竹签在表面 躲九百九十九个洞洞 这是入味的关键 放入生姜干辣椒 我们只需放一包 其他任何调味料 不再需要放 用我做饭的小手 抓拌均匀 腌制四个小时以上 这才是入味的关键 千万不要直接卤 晾出来的牛肉不入味 腌好以后 倒入一罐八二年的啤酒 和自来水加满 烧开后 转小火炉两个小时 再给它浸泡两个小时 捞出晾凉以后 再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酱料配方打在屏幕上 记得截图保存 这样做的酱牛肉 鲜嫩多汁 还不塞牙 放凉翅 筋肉分明又有嚼劲 喜欢的过年过节 安排起来吧 第十二道 很多人都喜欢吃牛肉 但不知道怎样做才软 烂入味不塞牙 其实做法一点也不难的 不幸就往下看 首先十五一斤的牛肉 给它切成大大的小块 切记牛肉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料酒去腥 煮出血沫捞出 一定要用热水清洗 因为冷水会让肉缩紧 那样肉质发柴发硬 还塞牙 清洗干净后 直接放入锅中 大火炒至微微焦黄 放入姜蒜 两个八角 几个辣椒干 调味纸还可以拿来做 黄焖鸡焖鱼冬 小火炒出酱香味 加入一碗滚烫的开水 盖上盖子 开中小火炖一小时 再放板栗胡萝卜 继续煮十分钟 开大火给它翻炒 收浓汤汁 最后放蒜苗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板栗焖牛肉 软烂又入味 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可以安排起来吧 第十三道 妈妈在忙 每周也要给孩子 做两次裙袋菜牛肉汤 春季正是孩子补盖的季节 我每周都会做 三次裙袋菜牛肉汤 给孩子喝 西红柿去皮后切成小丁 牛肉切厚厚的薄片 碗中加生抽淀粉提前腌制 提前腌制是牛肉嫩滑的关键 砂锅里放葱蒜 西红柿丁翻炒出汁 加入适量的清水 烧开后均匀地下入牛肉 只需一点点就能泡发很多 放入裙袋菜和玉米 再煮两分钟 加盐调味 最后撒上葱花即可 牛肉滑嫩 孩子非常喜欢喝 第十四道 你一定要记住 怎么也想不到 牛肉还可以做出 这么好吃的下饭菜 肉质嫩滑 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挑一块比较嫩的牛肉 猪梅花肉也是可以的 一定要顶刀切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嫩 加入鸡精 少许盐蚝油 生抽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再加入地瓜粉给它抓拌均匀 倒入榨菜 再放一点葱姜蒜 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再把牛肉给它铺平 锅中水开 放入牛肉 盖上盖子蒸八分钟 最后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榨菜蒸牛肉 肉质嫩滑 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第十五道 我告诉你啊 下次牛肉你就像我这样做 软烂入味不塞呀 孩子都抢着吃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牛肉我们选这个牛肋调油 肥有瘦还带点筋 切成大块 切好冷水下锅焯水 捞出洗净 再放回锅里 加葱姜干辣椒 再放几片山楂调味 这个酱还可以做黄焖鸡 或者半瓶过年喝上的啤酒 和适量开水 和牛肉一瓶扣盖 小火焖八十分钟 放入胡萝卜再焖十分钟 这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特别简单 牛肉这样做 软烂入味不塞呀 赶紧试试吧 第十六道 以后牛肉买回来 不要老是拿来红烧了 就像我这样做 肉质嫩滑 特别的好吃 而且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首先十五一斤的牛肉 记住千万不要顺势切 一定要顶刀切 这样吃起来的牛肉 就不会那么柴美 非常感谢 切好的牛肉 加入半包这种 调制好的小炒酱 用你的左手 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再准备一点芹菜段 锅中油热 下入牛肉 给它快速滑散 盛出备用 放入葱姜蒜 小米辣 给它煸炒出香味 倒入芹菜段 给它炒至断生 再倒入牛肉 然后倒入剩下的 半包小炒酱 再开大火 快速翻炒两下 就可以出锅了 像这样做出来的芹菜炒牛肉 肉质嫩黄 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赶紧去安排起来吧 第十七道 年夜饭的第六道菜 酱牛肉 这年夜饭的餐桌上 如果没有酱牛肉 就称不上完美的年夜饭了 其实做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你只要看一眼就能学会 牛腱子肉冷水下锅 放姜片 料酒煮出血沫 加姜片 两勺黄豆酱 一勺甜面酱 七八个冰糖 一小碗生抽 半碗老抽 适量的蚝油提鲜 一把干辣椒香料 用着特别方便 然后加入适量煮肉的圆汤 盖盖按煮肉键即可 热着吃 酱香浓郁 凉着吃 筋道入味 用保鲜膜把肉裹起来 裹紧实切的时候 才不容易散 放冰箱冷藏几个小时 马上就过年了 年夜饭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十八道 如果哪天你想吃回锅牛肉 你就像我这样做 也不需要你有什么厨艺 也能做得好吃 做回锅牛肉 一定要选这种牛肋条 有肥有肉还带着筋 然后冷水下锅 开锅撇去浮沫 再放到高压锅里 加葱姜八角胡萝卜 倒入煮肉的汤 上汽压二十分钟 捞出来晾凉 再用我白嫩的小手 切成厚厚的薄片 油热倒入牛肉 大火炒出牛油 下姜蒜调味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需要 再放入洋葱 尖椒胡萝卜 翻炒到断生 最后放点蒜苗 随便翻炒两下 就可以出锅 回锅牛肉 你就像我这样做 全家都抢着吃 赶紧试试吧